好 现在的录音时间是 2022年的这个 9月19号 那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经历到 哪一场 17号跟18号 惊天动地的 台东大地震呢 我相信 当然是有的哦 因为 地震的当时 其实我是在看这部电影的 这部电影叫什么呢 叫做看你往哪跑 有没有这么刚好 有没有这么刚好 地震来的时候 你在电影院 看你往哪跑 你到底应该要出去 还是不该出去 那个地震的摇晃 真的是让我觉得 好像应该要跑耶 可是又觉得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事 当然 当然台北的确是不会有什么事啦 只是说 这个片名跟这个地震 碰撞在一起 实在是太巧了 我是Gary 你现在收听的是神秘句点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就是 看你往哪跑 看你往哪跑 是有探照灯营业发行 然后是有 三姆洛克威 奥斯卡影帝 三姆洛克威跟 瑟夏罗南 还有这个 恩卓亚 布洛迪联合主演 那主要是在说 这个故事是一个戏中戏 里面有一个舞台剧 然后他里面还提到的 这个阿加沙 克里斯 克里斯蒂 阿加沙就是那个写 那个东方快车 魔杀案的那个 推理小说的作家 他把所有的元素 都放在一起 所以这个故事是 蛮令人着迷的 为什么 因为 瑟夏罗南在里面 饰演的Stalker 她是一个菜鸟的 女性的角色 而且她对 办案的事物是 非常有憧憬跟热情 而且她很习惯 把所有的东西跟细节 记在她的小本本里面 而 她是 男主角的跟班 也就是三姆洛克威所 饰演的这个 斯塔伯都查 好 那斯塔伯 她是一个 很吊儿郎当 没有什么价值的 老警探 但是你们要看她这样 她是一个非常 心思非常细腻人 所以 尽管电影的运镜 我觉得这个角色 其实没有那么厉害 可是 有一部分 你可以看得出来 她是 会注意细节的人 尤其是 这个 电影里面 因为她是一个杀人的 这个剧 那为什么说 有戏中戏的部分 因为 舞台剧 其实就是改编 这个 电影里面 有一个 虐童的真实的案件 但是呢 这个因为这个舞台剧 她的剧情走偏了 所以让看的 这个当事人 非常的不满 于是她就展开了 这个杀人的计划 好 那 安吉拉布洛迪 他饰演的是一个 这个致命的导演 是一个 看起来非常 非常怎么讲 非常皮 然后又非常 没什么 看起来就没什么能力 然后还要自己装 装有能力的那个导演 而且喜欢挑衅啊 什么之类的 是一个美国佬 那 她是 这个电影里面被杀的 第一个被杀的 那当然预告片里面 其实细节都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我就不会去太过 琢磨在这个地方 好 那 就像我刚刚说的 她是一个戏中戏 她是一个剧中剧 就是因为这个舞台剧 她本来应该要把 这个受害人的事实讲出来 因为她是 她是 她是这个 呃 家里有遇上一些变故 好 那她的故事 经过了警方跟检察官的调查 写在了这个调查案子的报告里面 那后来是被 呃 娱乐圈里面的人发觉 那你们 那我们也知道 好 有的娱乐圈的人 像比如说编剧或导演 特别去找一些奇怪的题材 如果说自己想不出来 就是找真实事件的题材 想办法去改变 好 那这部片 它最大的 启示就是说 当我们在写 故事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想象说 我们今天写出来的故事 是一个什么样子 有的时候 我们会为了加油添醋 或者是让观众吸引到一些眼球 而在 这个故事里面 写了一些不该写的东西 甚至是偏离原本 真实事件 应该要呈现的意义 跟启示 跟启发 也就是因为如此 当这个剧跟这个故事 变成了一个谋财谋利的故事 反倒是变成说 简而言之 他把别人的悲剧 变成了 变成了一则 这个谋生的工具 而且 不仅偏离事实 还 重重伤害了那个当事人 那当事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对不对 也就是所谓会有这样子 这个杀人的这个案件产生 好 那 回过头来 我们再讲到这个演员的表现的部分 其实我蛮喜欢这个卡斯的 这个卡斯 的表现非常的好 然后他又是用一个非常轻松 幽默会写的方式 去呈现这个剧情 呈现这个杀人案 让我们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不会有太多紧张的部分 好 那 回过头来我们再讲到这个剧中剧的部分 当你今天你所写的故事 去伤害到他人的时候 当事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最讽刺的就是说 这部电影里面有一段 我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说 这个 因为他有把阿加沙 这个 这个角色 有搬进来里面演 我不晓得是刻意还是怎么样 他有提到一个台词 我觉得那句话是蛮讽刺的 他说 每一个人都对 这个故事是有一定的看法 但是 你绝对不可以干涉到 我的创作自由 因为 我有权利 我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你 没有权利去干涉我创作的自由 所以 回过头来 我们再讲 讲一下 现代我们这个西方社会 西方的社会 常常都在以什么 民主自由言论至上 然后 就觉得说 共产国家是一个非常 当然我也不喜欢共产国家 这是 这是没有错的 可是 当你用 言论自由去 把它包装成一种 意识形态的时候 要逼大家去 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时候 或者是说 你用你的想法去霸凌别人 这不就是一种精神霸凌吗 你觉得这样的言论自由 是对的吗 对不对 所以看你往哪跑 你是可以看到 看得到这个细节的 如果大家对最近的 这个西方社会的 这个言论自由 有一些想法的话 或是有一些分歧 或意见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他今天用一个悲剧 去赚到了钱 去博得了观众的眼光 去让这些演员 红了 甚至是让导演 编剧 作家 每个人都有版权费 可以拿的时候 这个活在底层的人 却是一个永远 什么都分不到 而且还要被这些人重重伤害的 那个受害者 当然 社会是弱肉强食的 社会是现实 社会是无情的 没有错 但是 活在社会底层的人 他永远没有办法被看见 他永远都只有 被欺压的部分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西方是一个有言论自由 从向这个民主自由 有做 就是说 他的人 他的人权是有百分之百的权利的 除了犯罪以外 你当然你如果犯了罪 就必须要判刑 但是 如果我们撇开犯罪来说的话 他也有反抗的自由吧 对不对 只说今天杀人必须要偿命 必须要付出代价 那今天 我是一个活在底层的人 我今天是被你们这些上流人士 伤害过的人 被你们糟蹋的人 我的故事 原本是应该要警惕大家 是希望提醒大家 不要再让类似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希望有下一个 我 下一个受害者出现 提倡社会 要关注 这类型的东西 这类型的事件 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害者 或受爆者的出现 但是 你今天把我的这个受害的故事 变成是你的 这个 这个身材工具 甚至是 你为了吸观众眼光 而进行一个大改造 但是 却让我更加 受到伤害 因为 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 你今天把我的悲剧当作是一个笑话来看 你应该要让世人更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但是这些创作者没有 所以说这些创作者是不是羞耻的 他们是 他们是 但是 他们真的会在意吗 他们根本就不会在意 所以 社会底层的人永远都看不到 然后 有能力的人 永远还是继续往上爬 这就是所谓的贫富差距 而站在警察 办案的这两个人 也就是这个 Stalker跟这个斯塔伯都查 他们两个就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那今天 用这个喜剧的方式去包装这个故事 我觉得是 非常好的 但是反而让我们可以去细细脑补去 注意一下这个故事的细节 也就是说 当今天这两个人在办案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两个人办案是用他们的热情 再去 再去 再去寻找一个 这个故事的真相 但是事实的背后 却是一个 这个 反而没有什么人在意 但却是一个 这个 任何人也说不上来的一个 一个杀人事件 那到最后 真正得到的人 得到这场胜利的人又是谁呢 其实没有人 其实没有人 因为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编剧跟导演都死掉了 然后甚至是连这个 这个 这个 连羞耸也死掉了 那真正的赢家到底是谁 其实也是没有人 你要说是这些演员吗 我觉得如果真的硬要说话应该就是演员吧 但是因为这些演员其实也完全不知道到底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看起来也像是一个旁观者 好 所以说 在这一场闹剧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赢家出现 但是这个赢家 反而是我们观众 因为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心思 更多的想法 好好去了解 好 今天这些创作者 在创作这些故事的时候 他们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来去创作这个故事 对不对 而我们 而我刚刚也有说过嘛 看戏的都是傻子 好 既然是傻子 我们就像是被这些创作者 愚弄的一群傻子 因为 我们选择看戏 我们选择看戏 看得非常的愉快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今天这些故事的背后 其实 真正的受害者 他们的声音是永远听不到的 看你往哪跑 这个部片 我觉得非常的棒 我很喜欢这个整容 然后 它里面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多的启发 也是 我觉得这也是给一些创作者一些警惕 他就是说 你在 写一些故事的时候 请不要 以不要伤害他人为主 以事实的根本为主 好 然后 我觉得 我们对这个社会 或许是冷漠的 但是 当我们看到社会底层的时候 请记住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无能为力 你可以选择冷漠 去忽视他 但是 你不要去侵犯到他 你不要去压垮到 他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会不会反击 好 所以 我们能做好我们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 看你往哪跑 甚至推荐给您 这就是今天的神秘剧电 我们下次 云端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